欢迎您来到巴林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5G如何改变社会 第四章中国全面布局5G 提升全球科技竞争话语权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在5G发展的进程中 中国在标准制定 产品研发 网络设计 产业链构建 实验验证 应用推进等多个方面 加快对5G研发与应用的探索 中国从三巨时代的跟随者 发展到四巨时代的并跑者 在5G时代积极寻求突破 进而引领全球发展 2019年6月6日 工信部向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 中国成为继韩国 美国 瑞士 英国后第五个正式5G商用的国家 5G为新时代发展 注入新动能党的19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以5G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将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 提供强大的基础性支撑 一是5G将为创造美好生活 提供新基建 一方面 5G在提升移动通信能力 催生新业务的同时 能够与现有的通信网络实现协同互补 使更优质 更丰富的信息通信服务 能够更公平地汇集广大群衆 降低全社会信息消费成本 另一方面 建立在5G基础设施之上的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绿色生态等领域 智能化解决方案 以及智慧交通 智慧城市的建设 将促进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变革 助力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实现飞跃 让亿万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25G将为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提供新引擎 5G基础设施是互联网家智能家等新技术 新模式落地必要的通用平台 将有效促进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成果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社会资源分配和分工协作模式的变革 推动经济突破全要素生产率瓶颈 激发全社会创造力 为解决产业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健康可持续增长 35G将助力国家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变量 面向中短期 5G的投资建设和应用创新 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稳就业 稳投资 稳信心 以及引领国内信息通信产业 加快全球布局等方面 做出积极贡献 面向中长期 5G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动能转换 产业结构升级 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助力中国率先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领先推动者 助力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梦想 国家引导产业推进5G研发 掌握国际标准话语权 IMT2020推进组推进中国5G进展 中国一直努力推进5G的协调发展和全球合作共赢 早在2013年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发改委 科技部共同成立IMT20205G推进组 IMT2020推进组的主要任务 是协调推进国内5G的全面发展 联合欧盟 美国 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组织推进5G的发展 推进组在测试 试验 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并为ITU和3GPP形成全球标准提供了重要的输入 为全球标准统一做出巨大贡献 根据推进组制定的整体5G规划 2016至2018年为5G研发试验阶段 2019年以后为5G产品研发试验和推广阶段 5G研发试验包含三个阶段 分别为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技术解决方案验证阶段和系统验证阶段 中国5G发展规划 中国企业在5G标准制定中发挥全球引领作用 制定出被国际电信联盟和3GPP等国际标准组织认可的 全球电信企业都要遵循的国际技术标准 是对行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的重要体现 2017年在中国IMT2020 5G推进组的领导下 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中国企业 在5G架构标准的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移动担任报告人主导完成了5G系统架构 得到全球超过67家合作伙伴的支持 中国企业开始牵头设计新一代移动网络架构 目前中国企业在3GPP中关于5G的提案 已经占到40% 中国专家在各个5G工作组中也占据较大比重 最近德国专利数据公司Applytics 发布了一份5G专利报告 谁在领跑5G专利竞赛 Who is winning the 5G patent race 报告显示 截至2019年4月 中国企业申请的5G通信系统SAP标准关键专利 也叫标准必要专利 建树在全球排名第一 占比34% 全球范围内率先分配频谱资源 2017年工信部正式发布5G中频段规划 中国是第一个发布5G中频段规划的国家 2018年 中国5G频谱资源分配方案公布 工信部为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 发放了全国范围5G系统试验频率使用许可 这一许可保障了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开展5G系统组网试验所必须使用的频率资源 同时向产业界释放了明确信号 加快中国5G网络建设和普及 进一步推动中国5G产业链的成熟与发展 抢占5G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先机 广泛设立5G重点研发课题 以国家层面的重点研发计划 全面推动围绕5G相关各个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为5G商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 居有重大的5G科研项目 自2015年以来 工信部通过设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的方式 推动5G相关研发工作 围绕5G总体及关键器件 5G无线技术、5G网络技术 5G仪表及平台等几个方面设立若干课题 仅2018年一年就设立约22个课题 此外 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计划 中政府也将5G列为重点推进的项目 各项研发课题验证和提升了5G方案 推动技术试验及商用的顺利进行 多项政策确保5G推进 保持全球领先在国家层面 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5G支持政策 围绕5G的技术标准、试验测试、创新应用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措施 推动中国成为5G技术、标准、产业及应用的领先国家之一 在135规划中 中国政府提出要积极推进5G研究 从顶层设计中明确了中国政府对于5G的中长期规划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是当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和总体政策取向 2017至2018年连续两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培育壮大5G研发和转化 确立了5G的发展方向 135国家信息化规划 135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 2016至2020年 信息产业发展指南、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三年行动计划 2018至2020年等 从更加具体的行业规划层面系统阐述了5G的发展目标及重点任务 从整体政策来看 5G的发展目标及重点任务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开展5G标准研究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成为国际标准的主要贡献者 二是支持开展5G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 构建5G式商用网络 打造系统、芯片、终端、仪表等完整产业链 三是组织开展5G研发试验 搭建开放的研发试验平台 四是开展5G业务和应用研发 提升5G业务体验 推动5G支撑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应用融合创新发展 加快对于信息消费的支撑 为5G启动商用服务奠定基础 中国推动5G发展的主要相关政策 5G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推动产业提制增效 中国一直致力于用信息通信技术 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 为代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 能充分改善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 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实现高质量发展 例如5G可以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服务全面深度融合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发展基于移动通信技术的农业生产性服务 改变传统小农经济模式 培育网络化、智能化、精准化 现代生态农业新模式 提升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率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5G与电网的结合 将赋予电力设施毫秒级延迟的接入 及管理能力 使支撑智能电网实时智能化管控 负荷及时有效调控 以及高速应急响应的基础 能够实现从发电到用电环节信息的双向交流 实现电力生产 输送和使用的系统优化 保障电网的智能调度 实时监控和安全隔离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随着政策的推进和智能化生产概念的逐渐深入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逐渐加速 企业对于提高智能化生产水平 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运营安全隐患 都有着较高要求 但是目前多数企业 仅以工业级WFI和工业级专网为主 工厂外的网络连接设施不完备 并不能满足智能制造的需求 5G能够为制造业提供 几比特每秒以上的峰值速率 毫秒级的传输食言 千亿级的连接能力和耐秒级的高同步精度 能够有效解决制造业 在向智能制造方向发展 所面临的网络可靠性差 设备接入能力差 信息安全保障性弱等问题 例如 5G将打通工厂内外部信息壁垒 毫秒级延迟实现设备精准控制 5G高可靠无线接入将实现厂区设备灵活布局 实时在线 基于5G的数字轮升等 将实现柔性生产 全面提升供应链效率和定制化生产能力 2018年年底 由工信部发布的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 发展车联网产业 有利于提升汽车网联化 智能化水平 实现自动驾驶 发展智能交通 促进信息消费 对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 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G将实现车路 车车 车人 车网信息的实时交互和高效协同 提升自动驾驶安全等级 实现特定场景下的车辆编队 自动泊车和智慧物流 加速驱动自动驾驶产业成熟和规模商用 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 智能网联汽车从2018年 将迎来持续20年的高速发展 到2035年将占全球25%左右的新车市场 目前 数十个地方政府接连推出了 5G落地自动驾驶路测的规划 例如 北京力争到2022年 打造500平方公里的智能网联汽车 示范运行区域和2000公里的互联网道路 2018年3月 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 实行发布 全国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号牌发放 2018年12月 天津市开放首批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江浙地区也在积极打造智能驾驶汽车测试区 以及智慧交通和智能小镇项目 感谢您用宝贵的时间 敬请收听80有声书频道 第一篇 五巨家 新平台 新战略 新机遇 第四章 中国全面布局五巨 提升全球科技竞争话语权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一篇 五巨家 新平台 新战略 新机遇 第五章 从五巨到五巨家 中国移动的五巨新理念 如果您有喜欢的书籍 或者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请您留言分享 订阅与点赞 期待下次再为您分享书籍 明镜与点点栏目